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希节书 第四十四章 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 那门关闭了 耶和华对我说 这门必须关闭 不可敞开 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已经由其中进入 所以必须关闭 至于王 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 在耶和华面前吃饼 他必由这门的狼而入 也必由此而出 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 我观看 见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耶和华的殿 我就俯伏在地 人子啊 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 你要放在心上 用眼看 用耳听 并要留心电语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 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 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 当够了吧 你们把我的食物 就是汁油和血 献上的时候 将身心未受割离的外邦人 领进我的圣地 玷污了我的殿 又背了我的约 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 加上这一层 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 却派别人在圣地 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 以色列中的外邦人 就是身心未受割离的 都不可入我的圣地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有立位人远离我 就是走迷离开我 随从他们的偶像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 照管殿门 在殿中供职 必为民宰杀樊继生和平安继生 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 因为这些立位人 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 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 所以我向他们启示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他们不可亲近我 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也不可挨尽我的一件圣物 就是至圣的物 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所行苛增之事的报应 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 办理其中的一切事 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 祭司立位人萨都的子孙 仍看守我的圣所 他们必亲近我 侍奉我 并且势力在我面前 将汁油与血献给我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 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 守我所吩咐的 他们进内院门 必穿细麻衣 在内院门和殿内 共职的时候 不可穿羊毛衣服 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 腰穿细麻布裤子 不可穿实身体出汗的衣服 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 当脱下供职的衣服 放在圣屋内 穿上别的衣服 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 不可剃头 也不可容法流长长 只可减法 祭司进内院的时候 都不可喝酒 不可娶寡妇和被修的妇人为妻 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 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 他们要使我的民 知道圣俗的分别 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有征颂的是 他们应当战力判断 要按我的典章判断 在我一切的节旗 必守我的律法条例 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 他们不可挨尽死尸沾染自己 只可为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弟兄 和未嫁人的姐妹 沾染自己 祭司洁净之后 必再计算七日 当他进内院 进圣所 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 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祭司必有产业 我是他们的产业 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 我是他们的基业 宿祭 赎罪祭 和赎千祭 他们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 都要归他们 首先出手之物 和一切所限的贡物 都要归给祭司 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 磨面给祭司 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 无论是鸟 是兽 凡自死的 或是撕裂的 祭司都不可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